大家好,我是纸淘老霍的老霍哥,俗话说的好,入对圈子跟对人 今天是我们传统佳节端午佳节 在这里老霍哥也祝全天下的藏友身体安康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老霍哥的支持 今天老霍哥给大家上三件精美的藏品 这三件藏品气负虽然都不大,但是渐渐都是重气 我们最后再介绍后面的两件水洗,都是精美的文房气 咱们首先看盖碗,盖碗也是大有来头 我们看盖碗,盖碗它发色非常蓝艳 我们看这种蓝,非常深沉的蓝 蓝中带紫的这种感觉 非常有一种我们康熙时期的风采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时代 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底胎,包括它的款式定下它的时代 若身珍藏这个款式是康熙时期,康熙老爷子独享的这么一个地元款 然后一直到我们清中期,清晚期都有模仿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清晚期的,也就是我们光绪时期 仿我们康熙老爷子的这种若身珍藏款的这种瓷器 做工也是非常精良 它的画片也是非常传统的,我们蝉织牡丹的画片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蝉织万寿藤 然后把我们的牡丹连起来 牡丹代表着大富大贵 然后蝉织代表着子孙颜绵 万代的富贵 这种意义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盖子 盖子上同样会打有若身珍藏四字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盖子上同样也是会有牡丹花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们这种发色大家看了 这种珍品的发色非常的深沉 就是蓝中带紫的这种感觉 而且它特别有层次感 就是淡的地看着非常浅 然后深的地看着是非常深沉 它是沉下去的这种感觉 所以运用我们眼帘的它就是有高有低 就是层次感非常强的这么一件气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外部包有我们这个铜口 有的是包银口 这个是包的铜口老铜 这个就是防止我们使用过程当中的磕碰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种磁器边缘是最容易磕碰的 这种铜就是起这种效果 包括我们上盖眼 现在我们看一下上盖眼也是没有小肥皮 任何小肥皮小医药也没有 我们这盖子里面也是非常好非常完整的 可能有那么一星半点的一个小缩柚 两个小缩柚也是非常正常的 这都是烧灶 这都是我们过去材药烧灶的这种一个特点 看我们这小缩柚 一个两个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这个盖碗的口颜这会有一个小抱柚 这个边缘 它是窑里带的并不是后天形成的磕 磕是磕不着的 这一丁点处理一下基本上也不明显 那么这个一会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合适的超低的价格 我们量一下它的口径跟高度 肯定是12.3厘米 这个盖碗的口径是12.3厘米 高度是达到了接近了9厘米 这个盖碗的大小非常的合适 非常的适中 而且我们这个盖的稳合度非常的好 我们都知道这种材料烧自过去古代的盖碗吻合度要比较差一些 没有非常吻合的 但是我们这个盖碗还是非常不错的 吻合度比较好 圆度比较好 我们这个夏天拿它隐藏 是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件器物 品茶的一个好东西 而且是一个洛生增三块 一个细路的 给大家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像这种东西 就是全美品 任何毛病 扎毛病没有的 可能要在4500左右 4500 那么我们多少多少少有一点点小瑕疵 瑕疵不大 这个给大家也放一个小漏 超低价格过节了 喜欢的话咱打 这个绝对是超值的 现在就是你想买若生珍藏的 这种青花的 这种盖碗 2500你绝对是拿不到的 就这种品价的话 应该也在3300到3600块钱之间 是非常正常的 算一个小漏了 东西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挺美的这么一件器物 大家看这个发色 确实是非常漂亮 非常蓝叶 喜欢就不要错过 现在淘这种东西还是比较难淘的 我们第二件器物 给大家介绍这个 繁红苗巾的水洗 其实它是一个粉彩的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我们这种过去用的这种波 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造型非常优雅 就是中间肚子比较大一些 上面口是收进起的 下面也是收进来的 非常非常的美观 这个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底下的款式 开脂 以及我们这种右光 可以辨认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清晚 到民国时期的 民国也是民国早期的 我们看一下它后面会有四字 四字的一个印章款 写的是一个螺什么灶 这两个字我不太认识 大家可以去辨认一下 这个是一个金字法 金字法这边加了一个什么字 螺什么灶 肯定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小名家 因为东西气部 确实是非常漂亮 非常美观 我们看一下 它画的是一个玉竹 用我们樊红彩画这个玉竹 竹子画的非常潇洒 虽然那么寥寥几笔 但是把我们这个竹子的 这种形态状态 表现的淋漓尽致 像这种雅的东西 美的东西 就是比划越少 大家看了 越舒服越舒畅 然后口部会有描金 金彩略有一点点脱落 这个金都是真金 所以说这个时代 应该就是属于晚清的 包老到民国早 没有任何争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里面 那么这里面 原来它是有彩绘的 彩绘的肯定是一个美女 光着一个大膀子的 我们管的叫做春宫图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期 567那个时期 或者是文革时期 这种东西是不允许的 所以可能是我们的 包主有意的 是把它稍微磨了一下 把它彩磨了一下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种东西 如果是现在带着春宫图的 就这个器物 就这种造型的水洗 它的价值应该是不菲的 应该是在小万元左右 绝对是小万元左右的 特别是我们这种老的 真的这种春宫图的东西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由于它的里面内堂 这个其实不影响 就那边的彩 就是给它去除了一些 但是我们外部 东西是绝对完美的 是一个收藏级的 这么一件水域温房器 是不影响我们观赏使用的 这种非常雅的温房器 但是价格 绝对是石灰透了 这么一个价格 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喜闻的话 咱们就讲 这个东西 绝对是一个超值的东西 而且我上面 口部的苗巾 保存的非常完好 造型非常的优美 包括我们这里面 里面这个拉皮拉 拉皮痕迹非常明显 而且这个唇 过度的这个唇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整个造型非常的优美 就是我们防品 是防不出这种造型的 它即使能做出 外观这种造型 但是看上去会非常生硬 右官也不滋润 我们这个东西 无论是从胎底 从我们底下的款式的印章 大家看这种款式的印章 真品的这种印章了 然后包括我们防红材料 这种特征 你一看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 这么一件水域温器 那么虽然有一点小瑕疵 但是价格 已经是打了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折扣 如果就是这儿没有瑕疵 你想想 你要用9千1万块钱的话 把它买回去 因为有了这么点小瑕疵 我们就可以用很低的价位 但是又不影响我们使用观赏 非常超值的一个价格 喜欢的就不要错过 绝对是一件好东西 那么我们最后一件 给大家上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件重器 这件是一个菊花型的水洗 里面正中间 是一个盛开的菊花 非常非常的漂亮 像我们这种菊花洗 它数量是极其稀少的 这一件还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精美的 而且也是一个老后哥 收藏多年的这么一件器具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 修胎修足 非常非常的规整 而且非常的爽利 这个胎足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大家能看着吗 这个胎足的感觉是非常的干 而且是非常的白 胎质所用的胎土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修胎修足方式 定一个清中期 包老都清了 清中期主要就是道光咸丰时期 其实这个我还是看咸丰的 东西就是一个咸丰时期 包括这个胎修胎修足方式 以及我们青花这种颜色发色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咸丰时期 但是给大家包老都清了 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特别是我们这种菊花型水洗 特别特别的美 这种菊花盛开的这种感觉 大家看了吗 它都是一笔一笔绘画出来的 给大家近距离的展示一下 这放大了三倍 放大了三倍 我们这看菊花里面的这个丝了 一笔一笔 这都是人工手绘一笔一笔出来的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型花瓣 这个也是用人工手绘一笔一笔绘画出来的 就是整体堆塑在一起 然后给我们这种感觉 看上去就是非常有层次 再一个就是看着非常的美 而且这种盛开的菊花 是我们仿品做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古人 他的魅力 特别是这种老的器物一上手了以后 感觉非常的舒适 非常舒服 就让人感觉非常安静 这种感觉 我们再看一下这右光 右光非常的亮 就是有一种什么亮青柚的感觉 这种亮青柚 就是从我们乾隆时期 在我们乾隆时期 非常盛行的一种亮青柚 后来一直延续到 用到我们什么冰煤上 就在我们晚清的器物上的冰煤 光绪的冰煤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属于这种亮青柚的 非常非常的亮 但是它又不是我们房品的这种亮 是非常滋润的这种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后面 后面也有四个文式 这四个文式 其实画的就是蝙蝠 代表着福寿多多的寓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胎族 胎族修族非常的规整 非常的爽利 为什么说非常规整 非常爽利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胎族的修族方式 大家能看到 这个修胎修族方式 它会有这个痕迹 非常明显的这种痕迹 你看 非常爽利的 就是它修足非常的快 切刀非常的快 一旋转一切 手工非常的熟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的造型 这整个的造型 就非常的优美 它就是下面小 上面大 跟我们刚才看的 波形的水洗 又不一样 波形的水洗 是肚子大 然后两边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 文人书房里面的 一件小雅器 这个盛上水了以后 我们去涮涮笔 是非常雅的一件 即使我们平时不涮笔 这个东西 拿在手里把玩 也是非常美的 这么一件享受 然后我们量一下它的尺寸 尺寸的口径是11.8厘米 高度是达到了4.7厘米 这个大小是非常中规中矩的 是一个我们文房的 这么一件重器 非常非常美的 这么一件器 看上去也非常少之约目 特别是我们中间 盛开的这种菊花 极其少见 就是我们很难再见到 第二件这么一模一样的 这种东西 绝对是一个 值得我们收藏的 这么一件好东西 特别是大家喜欢文房器的 不要错过 文房器现在市场 是比较受追捧的 首先它的生殖空间 比较巨大 这种东西 尤其这种全美品的东西 十分难得 很难再找到第二个 就是我们口园上 一个小凤子 一个小肥皮没有 然后我们的底足也是 一个小肥皮皮 一个小一咬都没有 很难得这么一件器 非常美的这么一件东西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何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这三件藏品都是非常精美 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喜欢就不要错过 这两件文房器 更是非常美的这么件东西 我们这一件盖碗 大家夏天可以拿去品茶 喝茶 然后在品茶喝茶的同时 我们欣赏欣赏古人这种节作 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那么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关注 与支持 那么最后还是祝大家 端午节安康 好宝贝 就找老卧歌 哇